刚刚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的陈京 这两天一归队就立刻作为狙击手集训队教员 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 10秒之内对150米之外的把镖连受五发 全部命中把心 作为狙击手集训队教员 陈京在训练场上的表现总是令大家赞叹不已 陈京排长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狙击手 平时他对我们训练特别严格 为了练就我们的射击稳度 他让我们在枪口上掉水壶 雷弹壳 为了练准度 他教我们用针线穿大米 描小环绑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训练成绩提升得很快 训练无捷径 唯有下苦功 这是陈京分享给队友的制胜秘诀 也是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 七年前 陈京在备战历任2013特种兵比武中受伤 遗憾地错失了走上赛场的机会 伤愈后他憋着一口气 每天武装越野十公里以上 三个月就磨破了四双作战靴 听命的训练是为了等待机会再上比武场 2015年陈京终于赢得机会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 最终他凭借出色的成绩 被授予中国猎人勋章 荣立一等功 因为表现突出 2016年陈京被保送军校成为了一名军官 陈京是我带过的一个兵 无论是当班长还是当排长 陈京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吃苦 不服输 特别是在军事训练方面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骨质里有股狠劲 在去年的陆军狙击精英2019比武中 陈京为了争取时间 从四米高的轮胎墙跳下 导致前侧交叉韧带断裂 他强忍剧痛 凭借顽强的意志坚持战斗到最后 最终夺得总评第一 被陆军评为狙击枪王 说实话当时已经没有感觉了 只知道整个右腿是不上劲 但是剩下最后三个战争物了 那时候心里边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爬也要爬到终点 当兵就当能打仗的兵 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狙击枪王 曾经用实际行动 践行自己的蒸蒸誓言 入伍十一年 他先后二十多次参加各级组织的比武 夺得十多块奖牌 培养出多名优秀狙击手 作为基层一线带病人 我要把习主席讲话精神 落实到练兵备战的具体行动中 从今以后我要加倍努力 把自身本力练强 争取代出更多优秀的狙击手 练兵备战的狙击手 练兵备战的狙击手